這個還有賺錢的 我用那個沒賺錢是怎樣 就是有國外的表演團體來 很熱門的 那我剛好認識那個售票的 引進的廠商 他說他們前面有員工的那個員購 額度有限 結果我就找了他 我說因為剛好朋友問 可不可以 幾張 這邊四張 那邊二十張 有三十張的 最多有到四十張的 然後三張 五張 八張 十張 一堆啊 一整理一下 我說我怎麼拿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拿那麼多 這個售票系統 他只能夠給我八十張 那還有七十張的缺口 後來我找另外一個朋友 他也有 那結果他從那邊拿到的 他可以給我七十張 好 我搞定了嗎 好 我拿到一百五十張了 但問題來了 我要發出去 我沒有時間一個一個送 所以就你給我地址 叫快遞 對 叫快遞 然後自己包信封的就開始 然後那個快遞錢全部我自己出 傻眼 然後你又在家裡 家庭才會等這樣子包信包 七十張的那一組票 是可以朋友 我可以再拿錢給他 八十張的那個是說 沒辦法 我就今天下午 三點以前 你要把錢送到我公司 我說好 那我請問我助理去刷卡 我卡交給他 沒有 現金 我在錄影 我在攝影棚 在主持 然後我說那我匯款給你好不好 不行 匯款 來不及 因為我也不能出去 然後我助理也沒有我的 那個提案卡 最後是什麼 我就旁邊711去提 五萬 十萬這樣提 提到一個三 四十萬 然後給我助理 我助理去送 然後拿一疊票回來 然後接下來的時間 就是開始在寄 然後你收到了 收到回覆 收到回覆 好 錢再匯給你這樣 訊息爆炸 150張都發完了 半年以後 我在整理家裡面的時候 看到那個售票的 那個票物的信封袋 我說不是送出去了嗎 怎麼還有空的信封袋 我就拿來看 裡面還有 我看兩張5800的 A區 B樓沒有送出去 然後最後是誰要的 我也不知道 但已經過了 然後我也沒看 也沒有退 也沒有賣 也沒有什麼 我跟你講那個5800的票 隨時喊個8800 都有人會搶 天啊 其實後來這個事情之後 我有告訴自己說 以後誰買票都不要 我通通沒有 不用了 除了你的舞台劇 對 除了我的舞台劇 就沒有吃力不老 後來耳根軟 你想想看那個醫生朋友說 我兒子一輩子的夢想 想看霍華德打籃球 又來了 對啊 就去拜託別人去找票 去看有誰要根本專搜 我跟你講這耳根子軟了 沒辦法啦 對 就這樣 又在幫忙 常常不敢說不好意思 或是不要的人 就會把自己搞得很累 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 她是那個設計師 負責幫大家畫可能一些logo 然後圖案的這種 對 她是一個女生 可是我覺得她就是 有一個劇很紅的 叫做便利貼女孩 因為以前約她吃飯 可能我們約個晚餐 八點或是九點 她可以出現 結果後來開始約她 可能晚上八點吃飯 她沒辦法出現 然後我們這群朋友想說 可能她最近真的太忙了 沒有辦法來 結果後來越約越晚 比如說有時候約個 可能要慶生那種 約個十點 十一點的 大家要唱歌的 她也說她沒辦法來 然後我們就會 久了之後我就想說 她是不是要關心一下 我就去關心她說 妳最近怎麼了 都沒有來出席我們的聚會 這樣子 她說 因為我最近都在 改那個設計圖 因為她的同事 想要出去跟她新曖昧的 對象約會 所以她把那個她要畫的圖 所有的圖 都丟給她 太過分了 她就要幫她 然後我跟你講 我覺得辦公室 有一個很可怕的事情就是 當有一個人這樣做的時候 其他的人可能就會開始 想要叫她也這樣子做 就辦公室裡面有 超多醫生們的 對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他就不好意思 也是一樣就不好意思拒絕 他會覺得說 就是大家都要有同事愛 然後幫忙一下 幫到最後她朋友的 覺得都沒辦法做 她自己那個要睡覺的時間也沒有 然後就搞得自己好像 我就覺得 妳為什麼要把自己搞這麼累呢 妳是不是聽到拜託 妳也是無法拒絕 當有人來跟我拜託的時候 我好像有一種同理心會覺得說 她一定跟我一樣 真的是到最後一步 真的沒有辦法了 她才會厚著臉皮來開口 所以我就會幫忙 有人來跟我借錢 只要我覺得 真的我還可以的 我就借出去了 那妳說錢借出去 朋友沒有還 或是妳發現他騙妳 那就有時候就鼻子摸一摸就算了 因為妳要借錢 妳就要有那個心理準備 就當作錢丟在水裡了 真的 但有時候 妳在幫助家人的時候 家人那另當別論 妳會覺得心那個很難拿捏 對 模特兒轉動演員的時候 我們也就是 也不是很知名 那個費用都很低 那時候家裡就打電話來 跟妳講說 因為家庭紛爭的關係 然後可能有個長輩要搬出來 長輩的女兒 譬如說好表妹 就打電話來說 那個我媽媽又被誰誰誰打了 然後這一次就打到腦震盪 所以我跟我媽媽講說 叫她搬出來 然後媽媽說怕沒有錢 然後我就跟她說不用怕 我打電話給姐姐 只要我們講跟她講 她只要就一定只有一句話 她會幫忙分攤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好啊 那你們去找嘛 因為我人在台北啊 去找啊 看多少錢我來幫忙 結果找了一個多月 欸 怎麼沒有消息 然後後來我姑姑才跟我講說 沒有啊 我就 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找 我不會想啊 沒關係 我又慢慢找 然後我後來想說 好吧 那我就回去 那那時候其實我已經是一個 小演員了 所以我就兩天沒有睡覺 然後跟前男友車子借了 我就回高雄 然後我就這樣看看看 我就發現 平均每個月的房貸跟你在外面租金 一樣的價錢 你租不到好房子 但我付房貸我可以 我可以買到好房子 而且就属于自己的 對 然後我就回去分析這些厲害 但是要投機款啊 對 投機款那時候還可以全貸 但是你需要一個開辦費 大概30萬 我厚著臉皮去跟我朋友借 然後我負責還 後面的部分 我每個月給你多少生活費 就是等於是補貼你的房貸這樣 然後我就被罵了 會嗎 你怎麼知道要欠錢 欠人情什麼有的沒有的 然後還欠 欠社會一世 欠政府一世人 你現在又年輕了 老冠年了 對 我現在已經幾歲了 你叫我欠他縮水 那不然怎樣怎樣 然後你就要說明給他聽 然後就最後你就會發現 好 房子也都買好 但是你也被罵了一頓 你就會發現 不能怎樣捏一頓躺在牆壯廟 對 要學會說NO 真的 要不然拍沒有 而且聽著他的故事 就覺得好清爽 對啊 然後反而看到他們這樣 就覺得好快樂 真的耶 他是不是那一隻 會打電話說 放心 我跟哥哥講 哥哥就會報復 然後他扯根本就了 對... 昨天才跟我哥要了一個 迪士尼Plus的帳號 他還自己忘記了 一直幫我查看 好命啦 正才好命啦 對 講到這樣子都已經這樣 還有兩名了 還有兩個 來... 又雲 好 我們接下來公布排榜上 天生老衛物命的人 其實都有深深的強迫症啦 好 第二名就是 凡是好還要更好 享受眾人對你投以崇拜的目光 這占32.3% 而第一名就是 明明可以忽略的小細節 也要一而再再而三 調整到最完美 這占了35.5% 有網友就分享就是說 朋友是一個超級無敵 追求完美的人 有一次就是大家一起相約 然後拍一個影片來參加比賽 其實影片都已經做得很好了 可是那個朋友 他就是那種超級完美主義 所以他自己一個人 花了整整三天不睡覺 死活把那個影片一修再修 就希望影片能夠得獎 好啦 最後影片果然真的是 如大家期待的 真的得獎了 不過他這個朋友也累到住院了 好啦 這勞入命的人 是不是因為自己的完美主義 常常搞到自己的身心聚疾呢 是 以前不是也是完美主義者嗎 可是我覺得我就是這些年 慢慢的告訴自己 放過自己吧 因為我就是發生一件事情 所以我慢慢有調整我的心態 是因為像可能有時候要準備表演 可是節目不會給我們非常長的時間 去準備跟練習 因為那一次就是只有給一天的時間 然後到舞蹈教室的時候 然後工作人員就說 我們這個很急 你現在趕快跟老師學這樣子 我就說好 舞蹈動作老師編排 其實是要暖身的 但因為他們太急了 然後我們也沒有太多時間 所以我就直接上了 結果一個地板的動作 他是要直接背 躺下去 然後把腿打開 然後再翻過來 一個旋轉的動作 結果因為我沒有暖身 我直接敲下去 我直接 跟腿這邊 撞下去之後很痛 然後我就趕快這樣子 我那時候是先這樣 扶在那個地板上這樣 然後工作人員說你沒事吧 我說沒關係 等一下可能就好了 硬著練完這個表演 結果回到家真的太痛了 所以我後來就這一整片 全部貼那個撒龍趴死 然後手這邊也都貼 然後趕快吞止痛藥 因為明天一早 大概中午就要進棚 就要錄那個表演了 那次我痛到隔天中午還在痛 而且是很痛 那就是要錄了 所以撒龍趴死了之後 止痛藥兩顆 吞下去就直接上了 上完之後 就直接 我就直接衝到中醫去 我去給中醫看 中醫就 可能幫我開始針灸 熱膚 然後做各種的治療這樣子 結果那天回家之後 我大概有整整 翻來翻去我都睡不著 然後我本來是一個 就是月室來的時候 不會不舒服的人 可是從那次表演之後 我每個月都超痛 然後血都很少 然後我媽就說 這個好像有點太嚴重了 然後她就把我拖到另外一間 她找了一個很厲害的 那個橋谷的一個中醫老師裡面 她就把我帶去那邊看 然後我一去 然後就躺在那個治療床上 然後那個老師復 就這樣一摸 她說 妹妹 因為她說我的尾椎 這邊直接是錯位 骨盆也直接錯位 就是整個是 整個是傾斜了 所以她說 所以我才會這麼痛 結果我花了超長 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復健 因為這件事情我就覺得 我要學 所以有時候是你要量力而為 也不要太勞辱 但有時候就會有 因為一些醫生們 會讓我們變了 可以出來 所以我們還是最後要問一下 謝老師 這半年我們會因為什麼事變勞辱呢 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就未來的半年的勞辱指數 上面有四組這個骰子 大家可以稍微選一下 你的第一直覺一下 選到哪一個 請舉牌 好難選 2 6 4 5 2 1 3 3 1 4 3 1 1 2 沒有選 我們先看2好了 選2號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 在新的年度裡頭 他可能做任何事情 要特別注意 未來半年裡頭 做任何事情不要太過急躁 一定要謹慎三思 來看一下 他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主要部分呢 他是在這個人生的 這個所謂的工作上面 來說一些規劃上面 他很希望說我急得有一些變化 但是這個急得的變化 其實有時候反而你能夠遇到問題 我覺得他的勞碌指數不高 但是成功機率的話 會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不要太過急躁 你有時候反而是這樣的 反正你仔細想一想之後 反而能夠想出正確的答案 那有時候就是你急救張的時候 我急趕快做變化 那其實變化反而不容易成功 了解 我們開始 這一個朋友要特別恭喜你 這個勞碌指數 非常好 因為他這個鑿石 他其實沒有那個想法 我找到這個石頭 只是想要看鑿石 雕塑一個東西出來 沒想到反而得到了豬育 然後逃三 我是逃雅 沒想到逃到豬子 所以基本上學生這個朋友 要特別恭喜你試看 好棒 很棒 恭喜 這個無心之下還得到一些 對啊 無心殺流 謝謝感謝他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三 觀眾朋友如果選擇三號的話 要特別來看一下 他主要的部分是做這個事情 要以緩不宜急 人家講說 吃快撞飯 反而太快反而不容易得到 那這個時候要等待到冬天 所以也就是說 你在未來半年裡頭 不要急著想要去看到成果 這個基本上我覺得還不錯 那主要這部分是在 投資跟財富方面來說 會有一定的一個成績 Eason Eason 不用強求 如果基本上選到這一個 其實也是好選 其實有時候 他剛才想要躺平 也能夠看到成績 不用強求 其實有時候很多機會 到秋天以後就會 還滿符合你的 對 好準喔 強求 躺在家裡面 就有五個皮夾包包到 哈囉 兩位都坐一天 兩位都坐一天 對啊 他們買的都坐一 他們兩個都坐一 好準喔 恭喜 躺著轉真好 其實說勞碌不是病 但是偶爾那種勞碌起來 可能真的是要人命 也不是說我們完全不需要 這個努力 還是要努力的生活 靠自己的雙手去打拼 不過有時候 還是要適度的休息 要不然身心搞垮了 其實也會不值得 其實休息是為了 走更長遠的路 是 但你一直休息太久 也是 他們倆躺著也是急 怎麼辦 也是一個 對啊 開心就好了 一個人出門了 對啊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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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被編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被編 讓你總是被承擔 新型態互動是綜藝 快快來訂閱按下小鈴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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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